我是Jolay Juliet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请到的一位革新者 思想者 爱修园的创办人 陈仲慧牧师 陈博士 今天陈博士还特别 我们请陈师母 陈胡佩恒 陈师母一起来上节目 师师 你们两位认识的时候 是在那时候在香港 我们是在大学里头的团契 我们一起有服饰 所以大家就见面 沟通的机会就多了 慢慢有感情就很好 当时我们在学校里头 陈师母的朋友都 同学都很喜欢她 把她当作是大姐姐 我在朋友当中 大家也觉得 我也是跟大家很好 但是结了婚几年之后 我们就发觉 渐渐渐渐渐 还有很多个性上不同的问题 习惯不一样 所以慢慢慢慢 很多人外面都查看不到 我们外面大家就觉得 是理想的一对的夫妇 但是私下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所以这一点 这个开始我还不知道 到后来听见陈师母的 complain 我才知道我还有很多 要学习的功课 所以我们这个太太有什么 要complain呢 就要complain是吗 先生也要了解 我们心里在想什么 是吗 是吗 其实我们做太太的 慢慢我也学会一样 就是说 不要把你的快乐 放在你先生的身上 好像说他要给我快乐 而是说我要学习说 我自己要懂得怎么样 叫做快乐 痛苦也是自己找的 对吗 快乐也是自己可以给自己的 但是我们不小心 一个人他决定要有快乐 我们很有本事 能够叫别人不快乐 所以我们人家不可想象 就你们两个人 在我们朋友同学当中 都是那么快乐那么高兴 都从来没有跟人家吵架的 你们可能吵架吗 那我们这过来的人 我们就说 真正是我们吵架 是很斯文的吵架 最多就是两三天不讲话 silent treatment cold treatment 那就是对方就很受不了 自己更加受不了 三天的冷战是很长的 人家简直感觉 你牧师都会这样吗 我说我们吵架 不敢给人家知道 但是上帝什么都知道 对吗 师母 因为很容易 譬如说我从前就说 要是他能够这样做 我就会高兴 他不做我就不高兴 慢慢我就学会说 他做不做 我还是要高兴 这个就是好像有一位 牧师Bill Gawth 他讲 他说你对别人的期望 期盼越高 你失望就越多 他说假如你能够做到 一个的地步 只对上帝有期望 对人把你的期望 降到零点 你就零失望 就快乐了 就快乐了 好啊 那广告之后呢 我们继续要听 陈博士还有陈师母 跟大家讲你们 如何经营你们的 因为真的 你们是大家很羡慕的 除了你们自己 夫妻恩爱 你们的孩子 女儿儿子又这么棒 孙孙也很乖 然后又帮助了这么多的人 希望说接下来 还有三个单元 我们多听一下 怎么样经营 夫妻关系 经营这个生活 还有子女的教育 等等 也是我们要请你们 给大家分享的 好吗 好 稍待之后 欢迎您继续收看 今天我们节目四个单元 现场邀请到的是 爱修园的创办人 陈重辉博士 还有陈师母 陈师母又拿了 美国的新闻学硕士 还有图书资讯硕士的学位 又在大学 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 所以其实你们两位 都是高学历的 有的时候高学历的人在一起 有的时候可能有一点 因为大家像师母的文笔也好 对吗 文笔也好 知识也很丰富 所以我不知道 陈牧师您自己会有压力吗 您想要做得更好 让太太天天都爱着您吗 开始不晓得真正的问题 假如是说有问题 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 而是天生出来 个性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去心理测验 那一个心理学校 他说你们怎么会结婚的 这个南北那么远 从来没有见过人 你们所有的测验是那么极端的相反 你们是怎么相处的 当时我们已经结婚了二十几年了 他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样过来的 因为你们的个性 习惯 四号背景完全不一样 那所以后来我们才发觉 不是谁对谁不对 也不是谁好 谁不好 而是要了解对方就是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常常就是说 要用理论 要用我们自己的聪明 要把对方来改变 来符合我的理想 后来经过二十年之后 我就放弃了 就感觉了这个只有引起更多的争吵 就是说接纳不同的地方 也欣赏那个不同的地方 这个讲很容易了 很难做到 慢慢就是说自己要学了 能够欣赏对方 我们有两个秘诀 一个秘诀就多听对方 平常我们都太忙 只是说今天吃什么 你今天上班有什么事 就是那么两句话 感觉到这一个彼此的沟通 需要改进 后来我们就发觉 有一点很有帮助 就是每一个早上 我陪他喝咖啡 我们有咖啡 我们也有一个咖啡 那就是每一天大概有三十分钟 有时候假如是假日 就甚至一个小时 我们就无事不谈 有了这个沟通 大家的确增长彼此的默契 另外一样 我们觉得有时候在沟通 个性还是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 我到后来有一句话 我感觉到非常有帮助 就是中国人讲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 退一步海阔天空 那这个忍字是一把刀插在心里 这个忍不容易 但是如果能够学到忍的功夫 我们从此以后就再不吵架 这个忍一时风平浪静 就是忍那十五秒 真的 有时候不要十五秒 五秒就过去了 就没事 所以这两句话呢 一个是Coffee Talk 一个是忍一时风平浪静 那这个我相信 陈思伟也非常阿闷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因为有的时候 一生气什么话都讲 其实所谓口不 口无遮拦 对对对 伤害人吗 对对对 因为讲的时候也许你 痛快 讲很痛快 但是听的人不会忘记的 其实很多事情 当我们就像陈伯 是讲的我们忍五秒 忍十秒 忍十五秒 那个事情的结果就是 Consequences就其实很不一样 这个人在过去这十年 可以真正说 已经把不愉快的时光 降到近乎零点 有时候还会失败 但是可以说 给各位的听众观众 一线的希望 就是假如我们这样做 神都把我们带过来 神也一样会祝福大家 谢谢太好了 接下来两个单元 咱们要跟大家谈谈了 你们有孩子有孙子 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子女的教育好吗 还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说 因为你们除了家庭之外 因为你们做这么多的 几十年来都做这么有意义的工作 其实我想也跟大家谈谈 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健康快乐 而又有意义的人生呢 接下来两个单元 希望你们别错过了 我的名字是 感触了我的感触感触体验 他们被按作强运的每天 每个人的包裹都要与整个身上 我们进行了一个比方法 他们突然起来 我们在这里他的致病 去做我的 own bed 然后开始我们开始发挤的 我而是我能对我发挤的 因为我的感触认识是 我的感触认识的 所以我非常大的受感触 所以他们也发挤我 希望我做更多 我要謝謝格封 幫我給你的生活 今天我們節目現場訪問的是 愛修緣的創辦人陳仲暉博士 還有陳師母 師母是美國新聞學 還有圖書資訊的碩士 一年是你们的金婚 六月是你们的金婚纪念 那我刚才谈夫妻了 现在来谈子女的教育好吗 陈牧师 子女的教育 我想这一个90%的功劳 我要归给陈师母了 因为我们的儿子和他的妹妹女儿 的婚姻各方面都很蒙上帝祝福 所以我说我只占10%的功劳 从前陈师母常常说 我常常忙着教会的工作 他有时候讲一句 一般开玩笑的话 他说将来有一天你的儿女 不认识你 你就后悔默契了 那我说什么事呢 他说好多时候 他们需要爸爸陪伴 你常常都不在家 我就生气了 我说我在教会 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我只是照顾神的儿女 但是他说虽然是这样 你自己家里的孩子也要照顾 所以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把这个 来到上帝面前抱怨 上帝啊 我照顾你的儿女 你一定要照顾我的儿女 我就好像跟上帝说 救人啊 我是这个家里 所以陈师母这一个抗议 我就决定住那一个时候 这个每一天孩子上课 我就到孩子的房间 我就跪下来在他们的床前 来奉主的名 为他们祝福 按着他们的枕头 我说他们睡觉的时候 神你要在他们的脑袋里头 要做工 所以啊 我的两个孩子 现在非常的好 我跟陈师母说 就是因为 我天天提醒上帝 要纪念我的孩子 所以到我的女儿 中学毕业的时候 她就把一张 她的毕业照片给我 再写几个字 她说爸爸谢谢你 什么什么 所以有一句 最感动我的 中间有一句 谢谢你 天天为我祷告 我今天 所以能够一切很顺利 就是因为上帝 听你的祷告 所以我这个 对陈师母算有交差 好 您这个交差也只是10% 我们90%的功劳 还在妈妈身上 是不是 看见同一个家庭出来的 同样一个教出来的 一个很好 一个不听话也有 对 不少这种的家庭的经验 我们中国的父母 有一点 常常我提醒自己的就是 譬如说我妈妈的一代 对我们都是 样一样替我们做得很好 是 所以我记得我出来美国的时候 进到一个 公司店 我不懂得买东西 因为从来没有自己做过决定 所以我是觉得 对小孩来讲 很要紧的 帮助他们从小 有一个空间 给他们学习 怎么样做决定 不然的话 你看着你的小孩 最多看到他18岁 对 他出去读大学的时候 你看不到他 要是他没有机会学习 做决定的话 他去到一个环境里面 面临很多的事情 他要做决定的 他就不会做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是我觉得 很重要的就是 给他们学习 有空间 有自由 来做决定 慢慢呢 他们面对生活上 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会做明智的决定 我是觉得 陈生武在教导儿女这一方面 的确是下了很多的功夫 所以我说 他有90%的功劳 我说我那个10% 我可以这样讲 我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 或者讲什么不对的话 伤害孩子 所以我又claim10% 我说我最少没有 这个很重要 没有伤害孩子 那这一个没有做什么错 他说我不是说你做错 我是说你应该做的 你没有做 那所以我倒是感觉到 有时候父母不小心 伤害了自己的孩子 不知道 也是到大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脱离 师母还有一样 我真的很欣赏的 有一次女儿到UCLA 读书回北加州的时候 她有一次就是母女谈心 她就问女儿一句话 她说 Catty告诉我 妈妈这一个在你成长的过程 有什么时候我们做的是对的 有什么我们做的不对的 那你跟妈妈讲坦白的话 那这个女儿讲了一句 很棒的 我请陈师母自己讲 You trust me and I want to be Worthy of your trust 所以她说 我去大学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我要决定做还是不做 我常常说 But that 能不能够 这个我不愿意失去你们的 trust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象 给他们有一个 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所以她会觉得 I need to trust myself and earn the trust of my parents 安装使用太阳能 节能环保又省钱 即日起 与SolarMax签约者 第一年电费全免 2014年SolarMax 将再送大礼 赠送一台崭新的 本田油电混合车 凡是在12月 2014年1月2月 与SolarMax公司接洽者 无需签约 都可以参加抽奖 欢迎致电SolarMax 1888-258-8999 258-8999 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我们继续访问 爱秀园的创办人 陈仲慧牧师 还有陈师母 那请您 我们做一点总结好不好 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来 我们想说 活在爱里面 然后夫妻关系 又这么美满 这么和谐 我们来说 我们要做的事情 上帝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 就是我们喜好 这个兴趣 大家都很相识 我们听音乐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人生的目标也是一样 我最常常很感恩的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外面到国外去 陈师母常常常陪伴我 在他差不多90%以上 他都跟我在一起 那我们在一起服事 感觉到不是一个重担 不是一个包袱 乃是一个享受 能够把我们在外面的工作更轻松更愉快 这个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也给我们有健康 天天要换床 换地方 但是我们都非常的愉快 那也许这一点呢 在他的Christmas wish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说 可以不可以把有一部分的钱给他做这个World Vision的事工 智善的工作 那我就说是什么工作 他就给我看那个catalog 里面说你可以买一只羊给非洲一个什么地方 你可以在什么地方开一口井 这是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后来Christmas的时候他来到我家里 他就看到我家里面很多零零碎碎的东西 他说婆婆 你要不要把这些东西 我下去来的时候都带回去我北加州 我们做一个garage sale 拍卖 好捐款 对 他说你卖了东西 你卖了不晓得400块就可以买一只羊 要是卖有1000块 他就可以开一口井还是怎么样 对 养那些穷孩子 所以这样就很有意思 所以我女儿也很excited 她说好啊 我们来看你家里 你怎么可以买的东西 把婆婆爷爷在家里 对 好可爱 所以我觉得是玩意 然后又很有意思 所以相信这些孩子都会乖乖的成长 因为从小在他们的心里 他们就有种子 埋下这个种子 就是要去关心别人 对 去爱别人 所以都是祝福他们的 对 谢谢陈牧师还有师母 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要请您给大家一个祝福好不好 好 我求神真正能够祝福每一位观众 你们的家庭 你们的婚姻 你们的儿女 上帝是爱我们的 祂是听我们的祷告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每一位的观众 只要你打开你的心 让上帝的爱 上帝的眼目常看顾你 祂的手引领你一生的道路 叫你生心灵你的家 你的婚姻 你的儿女 等我们上帝的祝福 阿们 谢谢陈牧师还有陈师母 我是朱磊 感谢您 收看今天的节目 祝您生活美满愉快 幸福健康 再会